曾命舞踢2,健康是唯一 关爱自己,关爱家人,从点滴做起 保健常识,养生观念,食料运动,营养搭配 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保健养生谈 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谈节目 我是谭敏妍 很多朋友都知道,保健养生不是一时一刻的事 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气候特点 而一年四季也有保健养生不同的要素在 那么来到冬季,究竟什么是最好的保健养生方法呢? 原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可能大家都没想到的一件事 那么清代医学家吴上仙就说 七情之病,汉花解门,听曲销售,有胜于服药者也 来到冬季,天气有时阴有时冬 很多时,我们的心情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这个时候,应该要做的就是 就是谭敏自己的心态,保持乐观的态度 以及经常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增强自己的体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多点晒下太阳 多点听听音乐啦 植物需要阳光才可以生长 那么人同样也离不开阳光的滋养的 自古以来 晒太阳都是历代养生家所推崇的一种冬季最好的保健养生方法 而且在冬日晒太阳 保健效果甚至比饮心汤更好 晒太阳被古人有很多的叫法 有人叫他做父日 也有人叫他做父母 清代赵学文在《本草光目十围》里面 就将晒太阳的功效做了一个禅术 其中讲到 太阳火,除湿,止寒鼻,舒经乐 以体暴脂,遮血祸,而病去 冬月,以旧薄晒,受阳气,腹体,皆能去疾 作将日晒,受日气多,人食之多保脾胃 久伏长生,养生家有福日光发 总的来说 其实他一直在说晒太阳的一个好处 如果我们慢慢地解释的话 其实晒太阳的好处真的有很多 首先第一样就是 他可以将忧鬱赶走 晒太阳是可以提升人体的神常腺素 甲状腺素 这些分泌水平 而且会很有效地改善我们情绪低落 精神忧鬱 等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心理状态 而晒太阳的第二个好处 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 来到冬季晒下太阳的话 就可以补阳气,补正气 人体里经常的撞腐功能 都是要靠阳气来支撑的 如果我们体内阳气充盈的话 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 也都会相应提高的 而且晒太阳也都可以养出好气色 中医就认为冬季晒太阳 可以明显地提升腸胃消化吸收 转换气血的一个能力 亦都可以通过晒背 腰,脊柱,皮 你提升小肠 和二线消化煤的一个活性 那脾胃好 我们的气息自然 亦都会好转的了 还有一个就是晒太阳 是可以预防近视 这一样东西可能很多朋友都猜不到 冬季其实如果缺乏阳光的照射 亦都会容易导致近视 因为阳光是可以刺激到多巴胺的一个生成 而多巴胺是可以帮助避免眼续变场 进而防止进入眼睛的光线 在聚焦的时候出现焦点扭曲 那就可以降低近视的一个风险了 有没有想过原来晒太阳 居然亦都可以预防近视呢 不单止是这样 晒太阳的第五个好处 就是可以缓解关节痛 中医就经常将晒太阳 就叫做天旧 晒太阳的时候 阳光中的红外线 是具有热效应的 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可以减轻关节部位的一个炎症反应 就能够起到缓解疼痛的一个作用了 除此之外 就能够起到缓解疼痛的一个作用了 那就可以利用太阳灯的方法 都是获取缓解疼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那维生素D呢 亦都称为是阳光维生素 是有利于促进我们人体对于钙质的吸收 以及防止骨质疏松的 很多人都说了 如果你吃了维D的话 那你一定要晒一些太阳 那这样才可以帮助到吸收 其实就是说这个原因 和这个晒太阳的好处了 那晒太阳不单止可以帮我们 补充为D 其实也有研究表明 维生素D缺乏的老年人 他们患亚尔茨海默症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人痴癌症 这个概率会高很多 因此建议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可以多些去晒太阳 这样就可以预防到 老年痴癌症的一个发生概率 除此之外 也有研究表明 维生素D缺乏 就会导致我们心脏的疾病 会是患病的几率 也都会相应来说去提高 所以多一些晒太阳 就有益我们心脏的健康 也都可以对我们的心脏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除此之外 晒太阳也都可以调节血压 因为阳光是能够增加皮肤的 一样化淡的浓度 一样化淡是可以进入到循环系统 令到我们的血管扩张 进而达到抗血压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晒太阳也可以调节血压 除了调节血压之外 也都可以调节血糖 也都有研究表明 如果缺乏维生素D 也都是导致二型糖疗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既然晒太阳 是可以增加维D 可以令到血液中的维D含量 继续增高 就可以发挥调节血糖的作用 从而抗症血糖異常这种现象 还有阳光中的紫外线 是一种天然的消毒剂 它是能够杀死多种呼吸度 传染病的一个病毒和细菌 所以也都可以预防感冒和流感 冬天如果我们能够多些晒太阳 不单只可以杀死皮肤上的细菌 而且能够很有效地调节 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 预防呼吸度的传染病 俗语说 腹为阴背为阳 背部是人体督脈和膀胱经行走的地方 所以冬季晒太阳的话 最重要不要忘记晒背脊 平时就建议大家在天气晴朗 气温舒适的时候 多些去户外走一走 然后背对阳光晒晒后背 这样的话 是可以鼓舞和振奋 我们人体里面的阳气 也将自己体里面的阴寒邪气 驱除出去 不过晒太阳的时候 就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需要阳光的直接照射 也都是说 我们是需要一些的紫外线 当然不是太多 因为这样的话 才可以令到我们人体合成 保丐所需要的围D 很多人晒太阳的时候 可能会打嗤痴 又或者留到一些 好像清水这样的鼻涕 有人晒了晒之后 又会流眼泪 其实这些都是在 晒了太阳之后 将体里面的一些 阴寒凝陣的病邪 排出来的现象 所以不是什么坏事 如果能够排出来的话 其实是非常之好的 还有晒太阳 当然不要说是曝晒 也不要说晒太久 由于冬日 其实气温是比较低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 来判断一下 自己晒太阳 最好的一个时间 判断的方法 也都是比较简单 一般来说 最佳的日晒时段 可以用影来去衡量 就像我们古代的一样 用我们身体的影子 这样来去衡量 既简单又有效 当影子的长度 短于我们身高的时候 那就不是那么适合晒太阳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 是很多时候会晝悟的时候 太阳在头顶晒下来 那你的影子 一定短于你的身高 因为这个时候 阳光是比较毒 所以就不建议 在这个时候来曝晒 当太阳接近下山了 气温也比较低的时候 也都不适合去晒太阳的了 还有就是 如果有出血性疾病 或者是有比较重的心脏病 尿毒症 活动性的肺结核等等 严重疾病的朋友 也都不适合说好去曝太阳的 此外太阳的辐射太强 有时会引起白内障 或者是光照性的皮炎 结膜炎 还有热调节的一个障碍 这些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 其实都知道了 晒太阳是有益健康的 但如何晒才对身体有益呢? 或者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曝宝健养生谈的 我是谭敏妍 今期节目是和大家分享着 晒太阳原来是我们冬季 保健养生最好的方法来的 都知道了 晒太阳是有益健康了 但是究竟怎样晒 什么时候晒 晒哪里才会是最好的呢?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讲一下 什么时候晒会最好的 其实晒太阳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选择好时间 不可以在烈日之下曝晒 因为这样对我们皮肤 其实伤害会很大 所以比较理想的晒太阳时间 就是晒早的10点 又或者是下午的4点 因为这个时候 阳光中的红外线是比较强 而紫外线是偏弱 这样的话 是可以促进新尘代謝 又避免伤害到皮肤的 而下午4、5点的时候 紫外线中的X光速 成分比较多 它是可以促进钙和轮的吸收 从而是增强我们体质 促进骨落 正常的钙化 但是也都要注意一下 每次晒太阳的时间 是不需要太长的 最好就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另外晒太阳的时候 也都要做好防护措施 我们最好是能够 使用符合自己皮肤特性的一些护肤品 这样是可以避免晒伤的 如果有些朋友是有皮肤炎症的话 建议在这个时候 就不要去晒太阳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加重皮肤炎症的问题 另外在晒太阳的时候 最好是戴上一个墨镜 这样就可以避免 因为晒太阳 而对我们的眼睛 造成的一个伤害 很多朋友都觉得 晒太阳 如果我不想出外面的 不如在室内吧 这一点也要注意 去一些绿化比较好 空气比较清新的公园 或者是草地 这样来晒太阳 或者在阳台都可以 但是就不要隔着玻璃离晒了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在那里 另外有些朋友说 那晒太阳 就随便今天穿开什么衣服 就穿什么衣服 没什么所谓 原来也有这些讲究 建议不要穿白色的衣服 尤其是紫外线 照射很强的一个季节 白色的衣服 就会将紫外线反射到面 或者是裸露的一些地方 容易令皮肤受伤 晒太阳最好是穿什么颜色 原来是穿红色 因为红色服装 它的辐射长波 是可以迅速地 将有杀生力很强的短波纸外线 是消灭了它 另外如果你真的想晒太阳的话 就建议你不要戴帽 因为如果不是 就会将阳光遮挡了 那就失去了晒太阳的意义 如果是怕刺眼的 当然是戴上个墨镜 这样就不会伤到眼睛 但是戴着帽的话 就会将光线挡住晒 这样又晒了 那还有一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是小朋友晒太阳 设计时间不可以太长 很多朋友都知道 特别是BB的时候 都会推他出来晒晒太阳 然后给一些鱼干油吃 很多三岁以下的BB 在小推车里面 然后他站在地面又比较低 而阳光的反射又比较多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如将BB抱起身 离晒了 还有如果发现BB皮肤已经很红 出汗很多 脈搏加速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知道 可能是晒得过度了 回到家的话 记得给一些淡盐水 又或者是一些清凉饮料 千万不要晒过浓 最好每次BB在外面晒太阳的时候 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情愿你多晒一两次 但不要一次晒得太久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 为了避免引起光闻性的一些药疹 又或者叫做日光性的肥炎 最好在晒太阳之前 不要吃芥菜、马屎燕、马兰头、无花果等 这几样东西 晒完之后还要多些饮水 可以吃多些蔬果 补充一些维斯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性 说明晒太阳 其实身体有很多的部位 其实每个部位都需要阳光 但是相比来说 刚才有提到 背部是非常重要 除了背部之外 其实有几个地方 有几个部位 是更加应该经常去晒太阳 有一个就是头顶 因为头顶就是有一个白灰月 中医就认为头为珠阳之首 所以阳气汇聚的地方 凡是五藏的精华之血 六虎的青阳之气 都会汇聚在头部 所以我们头部 也适宜多些去晒太阳 所以刚才为什么说 你晒太阳的时候 不要戴帽 因为如果戴帽 你就将需要晒的地方 就盖着晒了 其实晒头顶 是可以促进到 钙绩的吸收的 这样就可以增高 又或者说 多些晒太阳 可以增高 这件事是绝对没错的 当然 说的是未成年的小朋友 另外 其实我们头部的骨落 也都可以靠晒太阳 是发育得好 所以为什么说 BB要多些晒太阳呢 古语就说 晒多些太阳 老顺都快点生 晒多些太阳 它也可以快高长大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都会有一种病 就是叫脱发症 年纪轻轻就已经开始 离顶 发制线上移 脱头发等等 如果有空的话 多些晒太阳 其实是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所以就说 万事万物 其实真的都离不开太阳 除了头顶之外 刚才也都说了 背部应该要经常晒太阳 医学证实 人的背部 皮下隐藏着大量的免疫细胞 多些晒下背部 不单可以帮助 钙的吸收和合成 亦都可以补养气 疏通经浪 调和脏腑 去寒止痛等等的功效 其实我们人体的背部 是有非常多的穴位 太阳晒晒 我们整个身体 都会感觉非常舒畅 和温暖 我们的气血 亦都可以充盈地混入行 除了头顶 和背部之外 有一个位置 可能大家会忽略 晒太阳的时候 不妨也晒晒手心 很多朋友现在都说 哎呀 这段时间睡得不是那么好 平时睡眠质量 也不是那么高 有些严重的话 甚至乎整晚都睡不着 如果睡得不好 其实是非常影响 整个身体的身沉代謝 因为身体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都需要休息 而晒手心 就可以促进睡眠 也都可以提高到睡眠的质量 你有没有听错 就是说手心 其实我们手掌心 和脚掌心 都有很多穴位 也都是和我们身体 息息相关的 手掌心里面 有一个穴位 叫做劳工穴 我们晒太阳的时候 晒晒月位 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心情 变得很舒缓 慢慢慢慢 身体也都得到放松 所以就可以帮助我们睡眠 这样的作用 除了手心之外 晒太阳 也都不要忘记了晒脚 那又就是说 可以多一点去晒晒腿部 很多朋友经常都会觉得 脚会酸胀 又或者觉得脚没什么力 这种情况 其实也都可以通过晒太阳 来去改善 骨落其实和太阳 是真的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 多一点晒太阳的话 是可以预防骨落方面的一些疾病 中医就说 寒从脚下起 手脚冰冻的人 多数都是阳虚的体质 经常晒晒双脚的话 是可以拒除脚部的寒气 也都可以很有效地 拌解小腿抽筋 还可以加速腿部的 钙质吸收 特别是那些 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朋友 经常晒晒太阳 好处就非常之多了 既能够活化血脉 而且能够起到 辅助的治疗效果 还有其实腿部的月位 也都非常多了 通过阳光的刺激之后 腿脚就会变得轻盈 就会消除到疲劳感 我们整个人行动起身 都会方便快捷 轻盈很多了 对不对 晒太阳呢 真的功效就非常之多了 晒的时候 注意的事项也都不少了 选择时间晒 把握晒的时间长度 以及晒的时候 做好防护措施 不要隔着玻璃离晒 最好穿红色的衣服离晒 另外晒之前 有一些食物不适合吃等等 很多的一个树意事项 都可以提醒大家 在日上一个这么简单的动作 晒太阳 但是又能够令到 我们的身体 有这么多的得益 冬季保健养生 晒太阳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希望通过今期的节目 给大家一些讯息 令到大家掌握到 这个这么简单的方法 用每日 小小的时间 晒太阳 令到我们的身体 是更加得益 不单只可以 赶走抑郁 增强免疫力 也都可以养出好气息 还可以预防筋尸 以及缓解关节痛 晒太阳 还可以驱寒气 暖胃驱宫寒 保盖强骨落 还有晒太阳 还可以预防 老年痴癌 保护心脏 调节血压 以及血糖 以及有效防范 感冒 以及流感 既然晒太阳 有这么多的好处 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 每日尽量 抽一点的时间 晒晒太阳 在此也祝大家 每日都开开心心 每日都身体健康 感谢收听本期的宝剑 永生谈节目 我是谭敏妍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